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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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茉茜 每天晚上都會跟妳見面 我就說影片引導 好 我只想問問題是 妳說故事的引力很強 如果說我死掉要輪回的時候 那個情緒會很多倍 因為我很愛吃東西 我就是很怕如果 我顯化很愛吃東西 很快樂的情境 那我可能又輪回了回去 那如果我不小心變成豬 我還可以開悟嗎 大概是這樣 那也想問我的頻率是多少這樣子 愛吃東西它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那個 如果你有一種 想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的 這種慾望 它本身才會有一點問題 而不是你愛吃美好的東西 喜歡吃好吃的東西 那本身並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愛吃它本身並沒有問題 也不會因為這樣子就投身變成豬 所以你可以放心 但是慾望的本身是一個問題 但是慾望它有好多層面 除了愛吃之外 愛睡 然後或者太過於執著 性愛等等 這些慾望它本身是有一個拉力 有可能會投身成動物 但是你其實只要跟慾望 保持一個距離就好了 那個距離很單純 就是你看著自己的慾望 就看著就好 你不是什麼事都不能做 你不能吃 不能做任何事情 而是你看著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你不是什麼事都不能做 而是你看著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那個覺察很重要 會去輪迴的是你的角色 而不會去輪迴的是你的那個看著 所以你可以變成看著的這個 去看這一切的發生 那一切的發生就跟輪迴沒有關係了 所以不用擔心這一點 你只要回去變成那個看就好了 所以都沒有問題 一切都不會有問題 那至於說變成了動物之後 能不能開悟 變成動物之後 在那個狀態下是很難開悟 因為牠聽不懂 牠不知 不能夠了解 覺察到底是什麼 牠會處在一個牠角色裡面的狀態 牠就擔任那個角色 牠就一直擔任那個角色 牠沒辦法把角色跟我們的覺察 分開這一點 牠沒辦法知道 牠也不能夠有這種智慧 所以在那個狀態是不容易登出開悟的 必須要等牠在轉世成 能夠覺察到這一點 能夠聽得懂這一點的時候才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這樣 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